在上一个影片里,我们讨论到了 doubt跟suspect这两个非常实用的英文字 也在同样一个影片里,我们学习到要如何小心 不要让自己陷入了中翻音的陷阱 今天就让我们来检视这两个字常出现的发音错误 第一个是doubt doubt虽然在拼音上面有b这一个字母 但是b是完全不发音的 有许多人会把它念成doubt 把b也念出来 但是实质上这个b是不发音的 因此在发音的诀窍上,我们要先想 out外面这一个字 out 接下来在out的前面加一个d的字母 doubt 我们就可以发出doubt这一个音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再进一步的复习子音的发音 我的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 有一个系列叫做sounds声音 其中的一课便是专注于在子音的发音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suspect这个字常出现的发音错误 这个字非常需要留意的地方是同样的拼音 它有两种不同的念法 也有两个不同的词性 其中一个词性是名词 念作suspect 中音是放在第一个音节 另外一个词性是动词 念作suspect 它的中音则是放在第二个音节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概念分别是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面的两课 一个是词性 一个字它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词性 而另外一课则是中音 如果英文的发音要正确 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中音摆在哪里 suspect跟suspect 虽然拼音是一样的 但是词性不同 发音也不一样 学习英文真的有很多这种小细节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By the way, I want to recommend a very good show to you it's called The Bletchley Circle I suspect you will like it and I doubt you will be able to stop watching it 吧 差不多 有分 Sakit 你 站